1987年6月4日的夜晚 神父阿莫斯来到了郊外的一座小房子 这家房子的主人似乎被恶魔附体 此时正被溃在床上痛苦爱好 神父的到来并没有起到任何震慑作用 反而让身体里的恶魔更加兴奋 他自称撒带无所不能 可以随时随地附身到任何东西上面 没想到此话一出便遭到了阿莫斯的嘲笑 恶魔不甘心被羞辱还想继续叫嚣 却被阿莫斯掏出的盛气定在原地 癞蛤蟆插鸡毛胆子你冒充大尾巴狼 你不是可以附身到任何东西上面吗 来 附身一个我看看 这是助手牵来了一头猪 阿莫斯则开启嘴炮膜是不断的刺激恶魔 诱导他附身到猪的身上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恶魔被弃的垂胸队族不入嘶吼 瞬间把自己的智商也拉低到了猪一样的水平 阿莫斯则在一旁煽风点火不断催促 刹那间男人虚脱倒地 2023最新驱魔电影《教皇的驱魔人》正式开始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关注一下 咱们继续 阿莫斯神父是教会的首席驱魔师 在其放荡不羁的驱魔手法一直被其他神父所诟病 特别是教会中的顽固派 总能找来各种理由处处压制阿莫斯 咱们都知道驱魔仪式需要经过教会的批准 神父是不允许私下进行驱魔仪式的 这次正好让顽固派抓住了把柄 他们甚至组织了一场听证会 想要借此机会罢免阿莫斯的驱魔师偷鞋 但阿莫斯根本不怂 声称男人只是得了精神疾病 自己也仅仅是略施小记家的心理干预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驱魔 但对方正是咬住这点不放 给阿莫斯崴起了文字游戏 让他解释一下精神疾病和被恶魔附身的区别 这种整天坐在家里五文弄墨搬弄是非的家伙 书能忍事都不能忍 阿莫斯轻面了一笑就要离开 临走前还放下狠话 说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现场 接下来咱们说说另外几个角色 苏菲的丈夫一年前一病去世 她带着一对儿女来到了西班牙 这里有祖父为他们留下的一座教堂 只要稍加修晒转手卖给教会 就可以缓解苏菲一家的经济压力 他们不得已要在这里再住一段时间 爱理说教堂是上帝显露神迹的地方 在这里截然不同 处处都透露着一股说不出来的诡异 晚上还能听到各种莫名的异响 这里似乎有着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 装修工人无意间在地下室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图案 本想凑近看个清楚 一旁的大聪明直接点火照 两人和烤串的区别仅仅是插了一根签子 修晒工作被迫停工 正在苏菲为此苦恼之时 屋里的小儿子亨利突然双眼泛白抽搐不止 不管姐姐如何呼海都没有任何反应 苏菲赶来时发现儿子竟然开口说话了 要知道自从父亲去世后 小家伙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可亨利接下来的话却让苏菲游戏转杯 苏菲急忙把儿子送到了医院 医院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 但亨利的所有生命体征和脑功能一切正常 说简单点就是没有病 对于出现的抽搐症状 医生猜测可能是父亲过世后 给亨利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创伤 随后开了几盒真经济就打发了苏菲 但事情明显不会就这么简单 亨利回家后平静了一段时间 竟然又一次出现了医院 还主动让苏菲联系神父过来 托马斯神父很快来到了现场 他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 让母女俩把心放到杂碎里 可没想到下一秒 而恶魔想要找的神父 正是咱们前面提到的阿莫斯 大主教不知道怎么得知了亨利的事情 他把这次驱没仪式安排给了阿莫斯 据说这个地方曾经给教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慢慢苏醒 但主教并没有详细提及具体事情 这让阿莫斯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查阅了教堂的相关资料 但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阿莫斯刚刚走进教堂 就感觉到莫名的窒息感扑面而来 这是正义与邪恶的第一波较量 阿莫斯顾忌重拾掏出圣器 试图避位出恶魔的名字以及来此的目的 只要恶魔说出自己的名字 阿莫斯就可以找到突破口对症下药 但这次的恶魔可不是愿意附身到猪身上的蠢货 恶魔不但没有交代自己的身份 反而张口吐出来一只小鸟 这一幕不禁让阿莫斯几倍发凉 二战时期 阿莫斯加入游击队成为凡法西斯战争的一员 一次执行任务时 他们遭遇了德军的埋伏 战友们一个接着一个倒地身亡 关键时刻 阿莫斯只能选择装死躲过一劫 醒来时 恰好一只红色的小鸟出现在身边 虽然阿莫斯早已向上帝坦诚了一切 但此事一直是他心里不愿提及的痛 恶魔正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 借此嘲笑阿莫斯是个懦夫 这时墙上的十字架突然掉落 第一回合的较量阿莫斯输得一败涂地 意识到这次的对手异常强大 阿莫斯找来了托马斯神父帮忙 在进入房间之前 他让托马斯拆毁了自己所有的罪过 如果没有被上帝赦免 恶魔就能借此扰乱他们的心智 阿莫斯千金宁外主妇 进入房间后不要与恶魔有任何接触 只有不断的祈祷才有可能战胜邪恶 阿莫斯带着助手重新进入房间 开始第二回合的去磨 他们调制好圣水 点燃象征着祈祷的提炉 不顾恶魔的嘴炮攻击 站在床前开始诵读圣经 这一招似乎非常有用 亨利痛苦地躺在床上不停地颤抖 这时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 阿莫斯急忙掏出打火机照明 灰爱的房间里 阿莫斯的心魔再次出现 女孩名叫丽雅 曾经也被恶魔附体 但阿莫斯误派 她只是精神问题 无需去磨 结果女孩被恶魔操控 当着她的面 歪起了高台挑水 倒十字的坠落是恶魔的嘲讽 而血液凝固成的翅膀形状 象征着堕落的天使 还没等阿莫斯回过神来 恶魔又揭开了神父托马斯的伤疤 他曾经深爱着一个女孩 还表示愿意为了女孩放弃信仰 在托马斯最终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计管阿莫斯不断地提醒他 要保持冷静 在修行尚且的托马斯根本无法控制自己 阿莫斯只能被迫终止了这次驱魔 第二回合仍以采败结束 恶魔知道两人所有的秘密 但他们对恶魔一无所知 现在最重要是搞清楚恶魔的身份 他让托马斯开手着亨利 自己则跑出去详细检查这座教堂 结果还真的让他在一口枯井上发现了猫腻 井盖上刻有梵蒂冈叫停的印章 这里或许有他想要的一切答案 阿莫斯用摩托车拉开沉重的井盖 下面堆砌着数不尽的骷髅 深爱的深处 仿佛传来无数恶魔的嘶吼 与此同时 教堂里所有的十字架开始倒转向下 正在熟睡的苏菲被一只强有力的胳膊拉近的床里 就连女儿也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摔飞在地 恶魔更是一个阴险的老六 他伪装成亨利的声音向托马斯求助 带托马斯来到床前 就一口咬掉了他白只耳朵 阿莫斯听到响动跑回了房间 他先是救出了深陷尼台的苏菲 紧接着一脚踹开房门 又救出了魂飞魄散的女儿 好在最后大家都相爱无视 他把苏菲母女挨队到了教堂休息 然后带着托马斯回到了井边 他们在井底发现了西班牙宗教财派所的标志 与此同时 大主教也在教堂的记录里找到了一封隐藏的信件 是此恶魔的身份以及意图才开始浮出水面 阿莫斯在地下室找到了一间密室 密室的正中央摆放着一个铁笼 里面蜷缩着一具枯骨 从戒指上可以看出 这是一位大主教级别的驱魔师 但他并不是被人囚禁 更像是为了封义强大的恶魔 自己主动拽进了铁笼 阿莫斯在他身上找到了一把钥匙 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另一个房间 这里充斥着浓重的天然气和硫磺味道 两人仿佛来到了地狱的最底层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驱魔师想要封印的对象 竟然是一个红一大主教 也是教会史上最伟大的驱魔师之一 遗骸旁边摆放着一本日记 在阿莫斯翻开日记的同时 大主教这边也开始研究那封神秘的信件 至此他们才真正看到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下上面提到的宗教财派所 宗教财派所也被称为异端财派所 属于天主教会内部设立的机构 主要用来水派一些反教会的异端思想 以及有异端思想的人 但用审判一次不够恰当 换成消灭更加贴切 西班牙宗教残判所在其存在的三百多年里 共计有38万人被裁定为有异端思想 约10万人被处以极刑 其中不乏一些皇室成员及教会的高层 这段历史也被称为基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而这一切皆是恶魔的杰作 他们先是附身到多个高级驱魔师身上 然后怂恿教会成立宗教财派所 表面上是为了消除异级思想 其实是利用宗教财派所的权威 打着上帝的旗号消灭教会中的中流砥柱 从而达成削弱上帝力量的目的 后来教会察觉到了恶魔的阴谋 驱魔师们集体用自己的生命 把恶魔封印到了这里 可能正是苏菲一家的到来 才无意中打破结界唤醒了恶魔 阿莫斯还在日记中找到了一张地图 这让他想起了启示录中的另一个故事 两百个狂暴天使被上帝驱逐变成恶魔 他们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而这个教堂正是其中之一 这里封印的正是最强大的地狱之王 阿斯蒙蒂斯最擅长附身到驱魔人身上 这也可以说明他为什么点名要阿莫斯前来驱魔 正是想借助阿莫斯的身份潜入教会高层 以此接近大主教 试图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知道了恶魔的身份和意图 阿莫斯就有了打败他的信心 他们高举十字架冲进房间 大声诵读圣经中的驱魔咒语 经过一番激烈的对抗 恶魔最终败下阵来 可还没等他们来得及高兴 恶魔已经附身到了苏菲女儿的身上 他控制着女孩的身体爬上屋顶 然后猛的分身扑倒了苏菲 房间里对时乱坐一团 很显然 恶魔正在用几个人的性命来要挟阿莫斯 阿莫斯只能假意放弃抵抗让恶魔附身 他用紧纯的意识催促几人尽快离开房间 等几人走远后 阿莫斯想把恶魔封印在体内与他同归余计 但恶魔似乎识破了他的计谋并没有成功 阿莫斯一路跌跌撞撞回到了密室 试图点燃天然气来个玉石俱焚 可就在这时 恶魔以圣母的形象现身 等托马斯送走苏菲母女折返回来时 只见阿莫斯身体悬浮在空中已经彻底完成了附身 托马斯不希望并肩作战的神父沦为恶魔的傀儡 他手握十字架大声诵读圣经 试图把恶魔从阿莫斯的体内改走 可能是周围的法阵增强了托马斯的修为 也可能是阿莫斯的意志力足够强大 阿莫斯竟然逐渐恢复意识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他捡起地上的十字架 摁在了恶魔的脑门 紧接着两人齐心协力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重新封印了恶魔 故事的最后 两人被带到了一处神秘基地 教会根据日记找到了其他199个狂暴天使的位置 正在等着两名屠龙英雄重新踏上正城 电影正片到此结束 但我忍不住要吐槽一下 这种把宗教迫害架货给恶魔的做法 是不是有明显的甩锅嫌疑 欢迎有不同意见的朋友留言讨论 咱们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